主席各位委员各位行政官员 我们请部长 部长有请 你好 部长 这个油价高涨 影响所及是每一个人都受到影响 所以最近很多人在质疑 除了我们这个油价 涨得这么高 除了所谓的国际的 这个因素之外 有没有可能是人为的操纵 国内的油价 我们讲国内就好 国内的油价公司是透明 应该没有人为的因素在那边 因为这完全透明 是透明的 其实我的看法是这样 中油是亏的 但是台数赚很多 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我跟委员报告 因为中油在国内的油品市场占有力不高 他只要是以外销为主 台数外销中油是内销嘛 没错没错 我刚刚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承担了很多 这个社会责任 但是另外一家 涼快又赚很多 就刚才报告 因为就从委员讲的 台数是以外销为主 内销为辅 它是两边的策略跟中油是完全不同的 好啦 给他赚了 他只要缴税就好 现在我想问你的就是 这个油价高涨以后啊 势必一定会转嫁到很多的 这个交通运输 不管是航空 啊 铁路 公路等等 所以后续啊 就是会转嫁到我们老百姓身上嘛 所以你们现在的措施 我看到你们的 所谓的针对油价高涨 我们会有一些补贴 会对弱势族群 给协助 所谓的弱势 什么叫弱势啊 你们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哪些是弱势 我跟委员报告大概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内政部的傅康八字 这是确定的 康康八字 第二部分是这一个农委会的农渔民 用有这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是大众运输 包括我们的大众运输 比如说客运车啦 这些 加上准大众运输 计程车 大概目前的规划 是朝这几个方向在走 那补贴的方式有哪一些 那么是以价差 就是说我们设定一个值 这个值假设价差超过的话呢 它用价差乘以它的使用油量 用比例吗 多少的比例 我就是补助你 那么这个可能每一种配套不太一样 像榆米用油 是以比例方式来处理 但是我所了解的 也许待会儿可以请交通部的这个 通论报告一下 交通部的规划 就是以价差来做处理 交通部 现在有什么措施没有 很实际的 让我们很清楚知道不是口号 是真的 我们要怎么样来补贴 跟委员报告 因为目前我们还是配合政府整理政策 那到时候再会决定我们要做怎么样的补贴 不过我们原则上的规划是用那个 一个价差的补贴方式 用它的用油量跟涨幅来做补贴 那基础的基础是什么 基础是看什么时候 是现在的油价 它涨了我就补贴你 呃是是 那博业用盘 博业是这样吗 不这样 就刚才先用价差 那价差到底那个价差那个基础点什么时候 会有行建这边做个通盘的考虑 那目前各部都把它的准备要 采取的补贴办法 大概都汇整到行建院去了 行建院会折起开个会来决定一个时间点 所以还没有项目嘛 还没有对象嘛 项目大概都有 就刚才讲了 富康巴士 大众运输工具 那么这个 漁业用油 那没有这项目都已经有了 现在我比较关心的就是 偏远地区的交通啦 有很多的偏乡啊 他们的巴士 现在班次越来越少 甚至一天才一班 对于民众的这个交通 非常不便 尤其是有一些要看病的老百姓 他套早就要起来 去赶那个早上那一班 然后晚上才能回到家里 就是因为这个油价太贵 这个负责那个交通运输的这个 业子不想派车嘛 一天就给你派一部 应付应付你们 你们能不能实质的补贴 实质的干脆就变成是公办 公办这些交通 这样才能够受贿到 民众才能够受贿啦 我跟委员报告说 目前这个刚才提到 有关油价的这个 对大众运输的补贴 是分 刚才提到 用价差来处理 比如说设定一个底线 超过这个底线的这个价格的话呢 就成为金额的金额乘以他的用油量来处理 目前我所了解的 是朝这个方向在规划 不然请那个提供数据好不好 很清楚的 你们现在的这个 呃 这个所谓的弱势族群 呃 你们的补贴的方式 让我们知道 好吧 好 了解 那么另外呢 呃 部长我看了你的报告里面啊 我 有一项啊 真的是很不以为人 您的报告提到 呃 政府的为应 呃 国际潮流 绿色灶林政策 将频率灶林列为施政的重点 台糖公司执行绿色灶林计划 请台糖就 现在就上来了 好不好 我们是不是请胡董事长来做说明一下 但是我要问的是部长 您这里特别提到 噪林计划主要是运用生产效益偏低的边际土地为主 啊 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一万两千公顷 但是 伯爹 我要告诉你哦 在花莲 花莲的噪林地是非常棒的土地 又平坦 又是凉土 那边总共有几千公顷的噪林地 哎 伯爹 你居然说那个是 所谓的什么 效益偏低的边际土地 我对我这个不是边际呢 是中央地带的土地啊 你敢不懂 我还建议是不是请那个 胡董事长跟你二要做个补充说明一下 可能会好一点 好 我先提这个问题 让你知道 那请董事长简单说明 是 跟委员报告啊 这个其实 这个 呃 整个逻辑上 就是为什么会 这个 噪林 那因为啊 那个到底不用讲了 告诉我花莲 为什么选择 选择花莲 让它噪林 因为过去的几十年来啊 这个国际的糖价 国内的糖价 实在是 这个价钱太差 你们只能噪林吗 没有其他可以 好好有效利用这个土地的 而且它选择 当然噪林也就是配合政府的 最懒惰的方式就是 噪林 我来说 哦 最懒惰 反正就是 这个噪林了嘛 然后福利嘛 因为实际上啊 就每年收那个租金 实际上农委会 农委会对我们这个 农作物的栽培啊 也有一定的一个 这个总量的这个管制 因为如果太多的 这个就是花莲的那块土地 是 良田耶 很漂亮的一片平原耶 对就是原来的 就跟那个噪林啊 对 而且当中 最让我今天一定要提出的就是 这个土地 原来是阿美族的土地 在日本时代 日本要离开的之前啊 二次大战之前啊 跟阿美族的这个 部落民众说 那本来是居住地哦 把他们赶走 说这里要盖机场 哦 因为这个军 呃这个国防需要所需 要盖机场 把这个原来那边住的阿美族都赶走 这个后来根本就没有盖机场 然后他们就战败了 土地全部移转给台糖 哦 你们是拿到了很多的这个 益处了 但是今天 好好的一块土地 你拿去给他照领 我真的非常不以为呢 我看一个数据跟你听啊 那个那个博中啊 台糖从民国91年开始 接受林务局的补助 啊 补助造领 到民国100年 总共的收益呢 补助的收入了 总共有24亿 那么今年我们在审台糖的预算的时候 相关的收入都看不到 看不到 我不知道边在哪里 哦 边在哪里 后来我们跟台糖来沟通了以后发现了 他把林务局合拨的金额啊 用在农产品制造费 大框框里面 但是 这个农产品制造费是一个大项 照领补助是一个小项哦 他把这个小项的部分啊 全部涵盖在农产品制造费用里面 拿去应用 实际运用在 赵林这个部分啊 只有百分之三十 剩下的百分之七十啊 变成自己的收入 拿去应用到其他的项目里面去呢 完全规避了立法院的监督 完全规避了立法院的监督 而且啊 涉及到挪用补助款 博特 你可能都不知道了 委员会也从来没有就台糖的造领的收入 来做过了解 是我到了经济委员会 我刚刚被我看到 因为我关心花脸的这个造领状况 所以这个怎么办呢 不错 我这边委员 谢谢委员的指教 我们也注意到有这个情况 那当时为什么会摆在某个科目底下 那是代收代物的干 还是什么 是不是请副董事长报告 扼要报告一下 好不好 可能会更清楚 时间不多 很简单的讲那个董事长 跟委员报告 他这个是一个政府的委托的造领业务 所以我们那是用这个代收代付款的方式来处理 代收代付 也不能拿到农产品 制造费用生产器就挪用啊 那详细的内容 会计 我们请会计处扬出 那个 那个你数据再给我 我另外要跟你提到的 就你们整个造领的区域一万两千公顷 是 全国到处都有 是 做的最糟糕的在哪里 你干不知 我这里有一个林务局 给你们去抽查的一个报告 是 发现了 屏东县 屏东县的造领的成果 这里的报告 这个勘察的结果里面 通通都是需要再加强 最近还闹了火灾 有二十公顷的林地被烧掉 你看那个地方啊 杂草重生 哪里有在服役啊 根本就没有在服役嘛 你们光拿了林务局的补助费用 没有在做事嘛 拿到农产费用去 挪用这个经费嘛 请资产处黄处长说明一下 哪个屏东处是吗 资产处 资产处 你简单说明 滚委员报告 火烧的地方是在各个林区中间的一些杂草 这个部分我们是 没有树木吗 没有资产的部分吗 刚好在林区中间的部分的一个杂草 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有要求地方经营管理的 今天要注意到这个改善的工作 因为资产对国家的这个国土计划也好 环境生态的保育也好 经济效益的产生也好 都是非常重要 所以你们不能等闲四肢啊 好好的 你看那个后面那个是资产地啊 杂草重生 你们哪里有在服役啊 逛的 哪钱都没有去服役嘛 对不对 你们再做一个检讨报告给我们委员会了 好不好 尤其啊 我刚刚提到屏东 你看全部都是需在加强耶 没有人在督导这一块嘛 我们会来加强督导 好 那个部长 谢谢那个谢委员的指教 给你做结论 我们一定会加强督导 谢谢委员 谢谢 还有四秒钟 真的我们非常重视这个造理 尤其是很多的林地 那个总经理董事长 一定要了解 很多的土地是原住民的传统土地 但是今天我们要用 这个行政院所办的补报 落报 增化编原住民保留地申请 这个路走的时候啊 你们一句话说 哎 我们不是民营啊 所以我就不管这个 你们真的要 要体恤 民众的想法 尤其是原住民跟传统土地的那种感情 我希望你们能够释出 该释出的释出 最后一个问题我问你 一万两千公顷 占你所有的土地的面积的百分之几 目前那个台糖的土地公司五万多公顷 所以大概是五分之一 差不多五分之一嘛 差不多五分之一 对啊 那我还是回到刚刚那句话那个董事长 如果将来有原住民说 哎 主张那个是他的土地 传统土地 希望你们能够用同理心来看待 尽量释出 只要他的申请是合理的 我们应该要把土地还给他们 好不好 当初对 你不要讲民营 民营那个比例很低的嘛 大部分是光谷嘛 因为我们是公司业务啊 大概要依规定来办理 就是个别个别的个案啊 我想我不方便在这边 那很好 你讲个案就好了 我们就个案处理嘛 是是 尤其是花莲这一块 几千公顷的土地呢 过去曾经有争议过 有一块 你们就用施舍的心态 给他给你 给他三百平方公尺 然后盖一个祭祀场所 本来说要给二十公顷的 后来也不了了之 一直到现在 还是没有下文啊 不是 我们土地 土地都是看需要 专案处理 是 我们会个案考量 好 谢谢 谢谢